桑顿家的葡萄园 在风景如画的那帕古连绵起伏的山丘上 坐落在一排排清脆的葡萄藤之间 沐浴在加州金色阳光下 矗立着一座名为宁静庄园的葡萄园 这个葡萄园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世代相传的葡萄树 它不仅仅是一块土地 它也是一个古老的葡萄园 这是桑顿家族不朽遗产的证明 桑顿家族管理宁静庄园已有一个多世纪 见证了葡萄园从一个不起眼的酒庄 发展成为著名的酿酒庄园的过程 奥利维亚、桑顿、Olivia Thornton 是这一遗产的核心人物 它与这片土地的联系和对酿酒的热情 与遍布整个庄园的古老葡萄藤的根部一样深厚 绿色的头发和硬衬着葡萄串颜色的眼睛的奥利维亚 在发酵桶的醉人香气和葡萄藤公园富有韵律的旋律中长大 它的童年充满了祖先种植葡萄园的故事 他们的梦想融入了肥沃的土壤 随着奥利维亚的成熟 它对自然与工艺之间微妙舞蹈的欣赏也随之增强 这种舞蹈定义了酿酒 从小时候在葡萄园中迈出的第一步 到在欧洲著名葡萄园学习酿酒学的日子 奥利维亚的旅程是传统与创新的和谐融合 在奥利维亚的指导下 宁静庄园不仅成为了一座葡萄园 而且成为了那些寻求逃离世界喧嚣的人们的避难所 该庄园的名称不仅仅是一个描述符 当游客在迷宫般的一排排葡萄藤中漫步时 每颗葡萄都沐浴在加州阳光的怀抱中 它就像一个宁静的天堂 桑顿家族对可持续农业实践的承诺 成为宁静庄园的核心 奥利维亚受到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启发 实施了环保举措 将葡萄园转变为环境管理的典范 有机肥料的使用 节水措施和太阳能电池板的引入 都呼应了该家族为子孙后代保护土地的奉献精神 Serenity Estates的每个季节 都像一首精心编排的交响乐一样展开 春天带来了新生命的希望 花蕾绽放 给葡萄藤铺上生机勃勃的绿色地毯 夏天给予葡萄温暖的拥抱 促使葡萄成熟并形成独特的风味 金色的秋天预示着收获 这是桑顿家族和敬业的工人团队 收集大自然赐予的恩惠的欢乐和心情工作的时刻 奥利维亚作为酿酒师的艺术才华 在发酵过程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酿酒厂的建筑质朴而精致 坐落在葡萄园内 回响着木桶的叮当声和发酵葡萄的 令人陶醉的香气 奥利维亚 Olivia 对炼金术有着直观的理解 她酿造的葡萄酒不仅仅是饮料 而且是土地 气候和塑造宁静庄园的遗产的表达 该庄园生产优质葡萄酒的声誉 远远超出了纳帕谷 鉴赏家和爱好者都青睐 Serenity Estates 因为它致力于品质 可持续发展 以及奥利维亚 桑顿 Olivia Thornton 专业知识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葡萄园的品酒室 装饰着橡木桶和老式木桶 成为那些寻求宁静庄园 微妙风味感官之旅的人们的目的地 在成功和赞誉中 奥利维亚仍然植根于家庭和社区的精神 Serenity Estates 举办年度活动 将当地人和游客聚集在一起 在葡萄藤中营造出一种友情的感觉 以奥利维亚为女组长的桑顿家族 不仅成为葡萄酒商 而且成为超越葡萄栽培界限的文化遗产的守护者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宁静庄园经受住了挑战 气候变化 经济波动和不可避免的时间流逝 然而 葡萄园依然存在 它的根深深的扎在土壤中 见证了几代人的辛劳和胜利 奥利维亚虽然拥有岁月的智慧 但仍怀着年轻时的敬畏和热情 继续在葡萄藤间行走 宁静庄园的遗产 延伸到了葡萄园之外 奥利维亚认识到 传授知识的重要性 未有报复的酿酒师发起了教育计划 该庄园成为研发中心 培育了塑造葡萄酒酿造未来的创新精神 在宁静的暮色中 当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时 奥利维亚站在一座小山丘上 俯瞰着宁静庄园 葡萄园沐浴在傍晚的温暖色调中 似乎在低声诉说着 过去和未来几代人的故事 桑顿家族对这片土地的承诺 加上奥利维亚的远见改变了赛伦 城市庄园不仅仅是一座葡萄园 它是人类与地球之间共生关系的活生生的证明 当星星出现在天鹅绒般的天空中 将闪烁的光芒投射到葡萄园上时 奥利维亚感到深深的感激之情 宁静庄园 Serenity Estates 以其蔓延的葡萄藤和再次丰收的希望 成为坚韧的灯塔 提醒人们 家庭与土地之间建立的纽带 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在纳帕谷的中心 葡萄藤的卷须深向天空 宁静庄园在四季中继续着它的旅程 奥利维亚、桑顿、Olivia Thornton和桑顿家族的遗产 融入了葡萄园的基礼 成为自然、公益和持久宁静精神的永恒交响曲 因此 在加州明星们的注视下 宁静庄园的葡萄藤就像哨兵一样站着 守护着这一传统 拥抱过去 庆祝现在 并召唤酿酒艺术继续蓬勃发展的未来